有兴趣创业的人 大家要听一听改名的遗迹 师傅除了改名 想完名之后 还要有一个地点 有一个办公室 你会在天桥底 然后卖鱼弹 地点不外乎都是办公室 或是一个店铺 请教师傅 办公室和店铺简位有什么注意的东西 都有的 都可以注意一下 首先我们找个店铺或办公室 首先进入 这个单位是比较树正的 什么为之树正? 因为单位不要有三招八角的 比较长方 四方 好些 鑽石形那些最好吗? 鑽石形是没有那么好的 你找个店铺也是 不要说前阔后阔 前阔后阔 前阔后阔 都是不好的 找个店铺也是比较适应的 不要说这里有一个鑽石形的东西 这里斜了下去就没有那么好 首先要这样选择 而如果你在地铺 选择 也要看外面周遭的环境 是 如果你在店铺 外面的马路 马路有一条电杆 刚刚在店铺中间 你千万不要选择这里 这个是电杆或一棵树 在店铺中间的 这个叫顶心铲 不太好 又叫顶心铲 是一个铲 又要看马路的水 马路代表水 看如何走 就没有了 有时左边来的马路 近身那边 如果是双程路 近身那边 左边或右边 都要兼顾一下